欢迎打开罗比频道 今天的主角是我们 US 这是逃出全民阵的导演 Jordan Peele 的第二部电影 Lupita New Uncle Winston Duke 主演 这是一部看完之后 大多数人应该会觉得很有趣 挺紧张刺激的 但是又一直会去想 他到底在讲什么的电影 我那场看完之后 在跑工作人员字幕的时候 就已经有人迫不及待的 把超立方的影片放出来给大家看了 剧情叙述 一对夫妻带着两个小孩 前往海边小屋度假 总是有着很奇怪的事情发生 一股不寻常的气氛 让主角这个妈妈 感觉到非常的不舒服 就在这个时候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他们一家人遇到 长得跟他们一模一样的人 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如果你有看我之前一支 《逃出绝命证》的影片的话 你应该会知道 我还蛮期待这部电影的 好奇 Jordan Peele 这个导演 拿到更多的制片预算之后 会给我们一场 什么样精彩的好戏 OK 我们这部电影 基本上它还是跟 《逃出绝命证》一样 用一个同样的手法 以小见大 用一个小小的家庭故事 去让我们看见整个国家文化 所隐藏的问题 只是这次在电影的后半段 真的有把格局拉出来 我还以为我在看《国定杀入狱》 这部电影上映之后 受到蛮多的追捧的 甚至我有看到好几篇影评 把它跟鬼店拿来相提并论 形容我们这部电影 是像鬼店一样经典的恐怖片 但这部电影怎么说 某些地方真的没有那么好吧 中间一大段的部分 就是有点刺激 有点紧张 但是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我可以理解 每个角色做的事情 都有它的隐喻在 比方说 某个角色站在车顶上 不下来的那个部分 应该就跟剧中的女儿 一直在玩手机这件事情 是有关系的 或者是爸爸在船上的那些部分 这些内容对我来说 都不是那么的有意思 或者是新鲜 甚至在剧情内容的逻辑上面 也是会让人觉得有些问题 那我们这部电影 精彩的地方在哪里呢 它还是一部相当优秀的 社会恐怖片 它所见识的问题 还是相当的特别 独到有意思 才会让你在看完电影之后 不断的问为什么 为什么 然后让你不断的想要理解 这里面藏了多少的彩蛋 还有密码 也因此我们这些影评 都要非常感谢 Jodan Peer 谢谢你 当然要谈到这部电影的内容核心 很多人会从片名 US 就是US 美国 这个意思去分析 其实讲的就是 美国潜在的焦虑 或者是恐惧 而超越了上次逃出绝命症的种族恐惧 片名当中的US 我们 这件事情也很有趣 你会认同什么样的人跟你称作是我们呢 是跟你有血缘关系的人 或者是对你好让你可以赚钱的人 出生在同一个地方的人 会讲同一种语言的人 肤色一样的人 信仰一样的人 或者是认同同一种文化的人 尤其最近发生欧阳娜娜的新闻事件之后 这件事情就让我觉得更有趣了 什么是我们 谁是我们 谁不是我们 我们这部电影 谈的是美国这个国家很大的黑暗面 有很多隐藏起来被埋葬的真相 有点像是剧中那位白人妈妈去医美手术所隐藏起来的丑陋 而美国最大的恐惧就是被这些不视为我们的人反击 另外一件事情 这是一部关于替身的电影 就是跟自己一模一样的人 这是一个老题材了 在这之前的电影有双面为敌 或者是倒贴人生 而这应该都可以追溯到俄国作家杜斯托也夫斯基的一本小说替身 这本小说里面讲到一个小公务员 遇到了一个跟他一模一样的人 但是比他积极比他认真 抢了他的座位也抢了他的身份 甚至接管了一切他的功劳还有他的价值 这样子的故事延伸到我们这部电影来说 就是在讲美国这个国家有一个要被夺走的焦虑 敌人是谁 他们为什么要夺走我们的东西 这大概就是这部电影里面最精彩有趣的地方了 接下来我虽然不会直接讲到剧情的雷 但以下的内容可能还是会影响到你去看这部电影时候的乐趣 你要不要继续看下去那就由你自己做决定 如果你是什么都不想要知道的观照的话 那你可以在这里按一个暂停 什么是美国的影子什么是美国的反面 那些红色的衣服代表着什么 除了是Michael Jackson在那个MV里面穿的服装之外 讲到Michael Jackson站立那支MV的剧情 就是一堆僵尸从地下爬了出来要入侵人类社会 什么样的人是住在地底下的 基本上美国还是一个很资产阶级 金钱至上 有钱人在统治的国家 里面的爸爸有一句话 在很多电影里面也都可以看到这句台词 翻成中文叫做离开我的私人产物 相对的这些替身他们就是没有资产的人 于是电影中这股可怕的势力 好像是指无产阶级 这些社会底层的人 也好像是指无产阶级至上的共产主义 无论是在这里或者是在美国 我想当你只说一个人是共产党的时候 基本上应该都不会有人把他当成是所谓的我们 这是一部中产阶级的恐怖片 主角的焦虑来自于受压迫者的反抗 尤其是这个主角 在这部电影里面提到一个很有趣的牵手护美国的运动 我查了一下才知道这是在1986年真实发生的一个社会运动 原来牵手护台湾是学人家的 不愧是台湾人 演员的部分我也觉得饰演主角的Lupita Nyong'o 表现得真的非常的好 对比树苑的Tony Kled 他表现得更加的真实有力 不过会不会可以以这部恐怖片 入围到奥斯卡最佳女主角讲 可以期待一下 但我觉得在角色上面会有一些吃亏 他不是一个这么讨喜的角色 之前也曾经以自由之心在那一年的奥斯卡拿下了最佳女配角奖 重点复习 我们是一部比逃出绝命症更精彩刺激的恐怖片 有更多的血浆还有暴力场面 我们一样也是一部影射社会议题的电影 女主角在这部电影当中的表现非常的精彩 值得一看 看完这部电影之后保证会有相当多的疑问 特别推荐给跟隋唐一样觉得怎么可以吃兔兔的你去欣赏 我们这部电影我给的评价是 以上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请帮我按赞还有把它分享出去 还有找找你的订阅钮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想在第一时间知道我上传影片的消息 别忘了在订阅之后再按下那个小铃铛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见或想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 这是罗米频道 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精彩的电影 我们下支影片见 拜拜